接下來我們要上的重點叫做大氣的成狀構造大氣有分層 好這句話是要告訴各位一件事就是大氣的越天上越稀薄 國中程度大氣沒有一定的界線延伸到宇宙的鏡頭都是大氣層的範圍 上大學教授可能會問你大氣層算到哪裡為止 那個時候你會有你的判斷方法說怎麼樣算大氣層 以後再說國中生就是大氣層沒有一定的界線 但是在距離地表6公里的空中就大概有50%的大氣 距離地表30公里大概有99%的大氣 所以剛剛跟你講說大氣層算到100公里後已經是非常誇張的 所以那是數字你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大氣層越往天上越怎樣 稀薄 可以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麼這個薄薄的大氣層是有分層的 那麼重點1它根據什麼分層 根據溫度的垂直變化就是高度高溫度高還是高度高溫度低 來分層 第二個重點2它分做哪些層 它分做從要背要照次序背從地面數到天上 分做對流層平流層中氣層跟真溫層 真溫層以前叫熱氣層現在不爽叫它熱氣層所以敢叫真溫層 為何不爽叫熱氣層後面告訴你 所以有對流層平流層中氣層真溫層 重點3記得它的一個長相 它長相呢畫清楚一點是這個樣子 它長相上面有什麼太空氣球啦 飛機啊這個我們後面 飛機我等一下會提到 那麼它基本的長相就是超人長尾巴 Superman長尾巴 超人長尾巴 然後就配合重點4 重點4就是結合重點1跟重點2 你要知道哪一層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哪一層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如果你記得它的長相 而且名詞有備 你就會曉得第一層叫對流層 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第二層叫做平流層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第三層叫中氣層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最後一層真溫層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所以如果你記得它的長相 配合你所備的那個對流層平流層 你自然而然就會曉得 哪一層高度高溫度高 哪一層高度高溫度低 重點1根據什麼分層 重點2分哪些層 重點3分層的長相 重點4知道哪一層高度高溫度高 哪一層高度高溫度低 就是我們的分層大氣會分做這些層